我不吃了 吃不下 我们就很伤心了 所以现在要观想 他们又吃又喝好快乐 你比他们好快乐 因为你是布施者嘛 你蒲公养 来 爱耶耶那上坡啊 我只来后 爱耶耶那上坡啊 我只来后 爱耶耶那上坡啊 我只来后 来27月 等一下念 奏的时候 手要这样转 食物在你的左手 这样转 食物往飞 流出去 流得更远 到了纽西兰 到了非洲 如果你下个月要到深圳 你现在就开始在那边修福 天天哦 布施给深圳 你到那边机场 就几百万的众生 那边欢迎你来啦 你要什么 他就创造什么姻缘给你 你就很好做事吧 各位要先积福报啊 在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对他们布施 所以我走过很多地方 像我今天来这边 然后呢我回去以后 我就会记得这边 每次布施我会想到这边 哦我来了 这些众生你们要不畏 那就我畏吧 但是大家就天天对他布施 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对他布施 你的心 他会有无量心 慈悲喜谁要这个无量 骗及每一处 骗及每一个地方 要讲布施 好 来 晚上 如等鬼神众 我今时路供 此时便时方 一切鬼神供 三坦词 谢谢 好 现在回向 摆在地上 然后呢 我们现在修药师佛简单的仪轨 然后念完以后呢 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就要去放药啊 面包啊 这个米水啊 找个角落放啊 然后还要点一只香啊 招请更多的有缘众生 来接受施食 接受药师法会 来 各位请把这一本拿出来 这一本 有吗 我们前面有 药师七佛的法像 请药师七佛一起来加持 那各位现在要翻到第一页 那你也很近的看一下 药师七佛 中间就是药师佛 最上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然后旁边的六尊 就是药师七佛的前面的六佛 加上中间呢 就是药师七佛 然后我们在办法会的时候 各位就要观想 药师七佛随时在普照的众生 然后要念他们的名字 然后第二页呢 就是药师琉璃光 法会的时候 所有的诸佛菩萨 日光月光片照菩萨 四大菩萨八大菩萨 四大天王 都来加持法会 最好要观想 十二要杀大将 都来加持法会 好 那各位来 请翻到第二页 我们念目录的地方就好了 这七佛的名字 我们一起念一下 来一起念啊 前面加南摩第二页 来 南摩善明成吉祥王如来 南摩宝叶至眼光阴自在王如来 南摩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 南摩无忧罪胜吉祥如来 南摩法海雷音如来 南摩法海圣会游戏神通如来 南摩要师琉璃光如来 好 请翻到四十五页 那外面的筒子要点火了 小筒子 然后四十五页我们来念 药师佛的根本咒 大家都会哦 然后各位最好要观想 琉璃光片造一切处 然后呢 我们布施药 琉璃光就把我们的药跟烟 就布施给所有生病的众生 人 非人 闻到了人 闻到了众生 树神 土地神 各个都非常身心快乐 各个都很有福报 而且都生起了菩提心 所以来 我们慢慢念 来 看到五十四页 也要祈求两大菩萨 来 加持法会 来 念一下 看着他的形象 日 代表智慧 月 代表慈悲 日 代表太阳 白天 月 代表晚上 所以在全部的时间里面 都得到了药师佛的加持 来 南无日光遍照菩萨 南无日光遍照菩萨 南无月光遍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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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页 也念一下日光菩萨咒 这个咒不可思议 特别月光菩萨咒 会痛的地方 很痛的地方 你只要念月光菩萨咒 然后加持五色线 绑在那个很痛的地方 很容易消除痛苦 不让别人再这么痛 来 念一下日光菩萨咒那一遍 南无佛陀菩萨 南无达谷那密 南无达摩摩摩摩尼 南无圣结多也密 地地佛菩萨多也 南无撒菩萨 翻过来 月光菩萨咒 然后要把这个药 画一下 是吧 邊發 各位邊唸 來 月光菩薩宗 先發一包 如果有多就發兩包 來 我們現在要齊請十二要叉大將 共同 那麼加持 請看五十五頁第四行 那軌道也都可以脫離軌道了 我們第四行 要叉大將的本願是什麼 念一下 世尊 我等君者蒙佛威力 而聞世尊要師如來名號 不負更有惡趣之步 我等相率皆同一心 乃至盡行歸佛法身 適當賀佛一切友情 為座毅力 勞役安樂 所以三二道的眾生 聽聞名者也脫離了三二道的 這種痛苦 所以我們翻到五十六頁 禮請十二大將 共同的加持 我們唸他的名字就好了 一心奉起 公彼羅大將 公彼羅大將 好 一起唸來 公彼羅大將 法則羅大將 米奇羅大將 安地羅大將 何地羅大將 山地羅大將 伊達羅大將 伊達羅大將 翻過來 摩伊羅大將 魔侯羅大將 真達羅大將 昭渡羅大將 一切羅大將 然後五十九頁 一切要查法應咒 來 摩摩吉比羅說哈 摩吉比羅說哈 念下來 觀想十二要查大將 各代七千劍數加持法會 來 摩吉比羅說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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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各位這一本 最好能夠從頭到尾看一遍 每一個佛都有發怨 那你只要念這個佛的名字 他的怨就能夠圓滿 愛吵架的人 甚至心裡不夠堅定的人 或是恐怖的時候 你要念來尊佛 為他念 都在七佛的四十四個大怨裡面 寫得很清楚 然後這些佛都發怨 我成佛以後 只要念我的名字 這些願都能夠成就 所以 站在佛教裡面 不是為自己 今天你念這個是為別人 為別人叫大蹭 為自己呢 修行很小蹭 但是我們兩個都要 對自己我們要修小蹭 淨化自己 消滅貪蹭吃 但是面對眾生 我們要修大蹭 念哪一個佛 持哪一個奏 送來一部經 對他有幫助 所以我們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但是你要修大蹭 就不能夠離開我們的 淨化自己的 所謂的自立的小蹭的佛法 所以這是基本 我們修小蹭的 是對自己的出離心 因為生命很苦 但是也因為你對你自己 有一個出離心的苦 所以你才會想到眾生苦 但是很多人問我說 那我自己還沒你苦 怎麼去度眾生呢 然後大蹭告訴你 很簡單 是諸法空向 根本沒有我 無苦即滅到 無無名義無名義 你要安住在 根本沒有我 你就告訴自己 根本沒有我 沒有一個真實的 貪生吃的東西存在啊 你只要有這個 直接的空性 你就超越了 但是萬法皆空 沒有我 但是眾生不空 眾生的苦依然存在 所以你就要為了眾生的苦 而努力啊 你自己只有一個 你修苦即滅到 但是百千萬億的眾生 你要修得更多了 所以馬上就超越自我 走路利益眾生的修行的法門 所以會廣絕一切法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 你都會去學習 所以你叫無量節 你要修小乘的解脫 三輩子就可以震得阿羅漢 但是你要修大乘的成佛 要無量的叫三大阿僧起結 算不完的時間 而且你要成佛 你一定要接近佛才可以成佛 你不接近佛 你不知道什麼叫成佛 你會很快的想要入解脫 正阿羅漢 沒有痛苦了 但是佛就不一樣了 他不正如阿羅漢 但是有阿羅漢的能力 但是廣學一切 是如此 所以要這樣來想辦法利益眾生 好來 那現在各位請拿一下詩詩手冊 我們先布施藥 要消除他的痛苦 簡單的水米的布施 那現在要做大布施 所以發一下詩詩手冊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參加過 來 第一次參加這個詩詩 用燒的 第一次參加的舉手 唉呦 那麼多啊 哇 那所以要稍微講解一下 詩詩從哪裡來的呢 釋迦牟尼佛在講法 那阿難呢 聽佛陀說法 文實修 聽佛陀說法以後 每一個修行者就會趕快打坐入定 一直把佛陀所說的教法 不斷的思維觀照 請各位養成這個習慣 我發覺很多人學佛沒進步是 他沒有這個觀照思維觀照的能力 他就很喜歡參加法會 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聽了幾百個法師說法 聽還是聽跟他沒關係 就像學生直到學校上課不考試 你不考試你就不想背了 就像數學阿 作文阿 就是你要透過思維寫文章 如果你一輩子都不叫你寫文章 你也寫不出來 所以呢 每一個修行者聽佛說法以後 都會趕快觀想 把佛再說了這個道理 然後把這個道理 淨化在內心裡面 所以他就很快的 就可以斷探陣詞 保持正念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文師修 我自己出家這十幾年 我老實講 我出家十八年 我認識了有些信徒十八年 都沒有改變 除了老一點都沒改變 十八年的習慣 他都沒改變 你跟他講 他還是那個個性習慣 從我第一天認識他到現在都一樣 十八年 我一直在想 人生有幾個十八年 他們怎麼不想改變 佛明明講 淡念無常 聖物放逸 精盡求證 隨時生命就死亡了 你都不想改變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把法 拿來思維觀照 就這樣沒吃藥 每天在拜藥 藥 維他命A 維他命B 維他命C 背得好熟啊 他不吃藥的 那這樣他懂了維他命B 背得滾很多 他從來不吃藥 因為這個佛法 就跟你的生命沒關係 所以你要跟佛法有關係 各位一定要文師修 聽文思維 觀照 保持這個念頭 法水法型 各位道德阿彌陀佛 生命電視台一打開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 就照著我們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沒有學佛 他都得到三寶的加持 所以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弘揚佛法 對整個世界整個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關進生命電視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薩 到處到外面去邀大家來 給互持生命電視台出錢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請別人 收看生命電視台 互持生命電視台 讓生命電視台更有很多的 這種資料來製作更多 普渡眾生的好的節目 動畫聯繫劇 請更好的法師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動 這麼好 可以買更好的配備 製作更好的 那麼這種生命弘揚佛法的節目 苦度眾生 所以各位多關心 多互持生命電視台 阿彌陀佛 互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傳播文化置業基金會 簡稱生命基金會 永遠溫暖這人間 多互相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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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